我们今天来到张翠台村访问李春香女士 李春香麻烦你给我们讲一讲 你接受小儿信贷前前后后有几年 2003年开始第一年是 当初是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家儿子上大学是头一年 高中毕业第一年开始上大学了 当初一打电话就说 妈我说放暑假了 我找点活干去吧 我说别去了 他说我想出去干点活挣点钱 没学费 因为我在我们家庭 我有一个傻哥哥 当时有两个老人 都岁大了干不了活了 家里又挺困难的 然后我们儿子就说 说我想出去干点活 要不然你出去就去吧 他说我已经打了一点时间打工 打回了 回来 他就说呢 叫了家里没钱呗 妈说我这学校上得了吗 我说上不了 他说那怎么办 没钱怎么办 我说没钱 我说想办法 我说使贷款 结果我就经人介绍 不是啊 说使咱们这小儿信贷 后来这使贷款 供着还上学啊 完了以后呢 等他供着上学 平常素质的 生活费 有时候有钱多的时候吧 给寄三百块钱的时候 打三百块钱卡 有时候呢 没钱的时候 就说给打一百块钱的卡 让它维持几天 完了再来钱以后再给打 真的反正挺困难的吧 嗯 看在第二年 第二年就是了以后 他就又失贷款 失贷款以后 又缓上以后又失贷款 嗯 又买这个鸡头 买一个四十鸡头 就开始拉 拉点高运输呗 开始有时候挣点钱 哎 这么攒着 这贷款不是因为是零还的吧 零还就是每一个礼拜 就得还这一万块 这五千块钱那儿 就得还一百块钱 嗯 所以说呢 也就是说 真说是这钱 要到七十块钱那点 就凑是三十块钱 这钱就不能动了 就干嘛 赶紧留这贷款 就给它搁着 嗯 怕还不上了 每一天就是我们俩 这儿个说九块钱了 我贴上一块钱 哎 凑是十块钱搁起来 嗯 但没钱就是 买东西吧 上有货钱折去 第二年再来的钱呢 哎 先还了还了还了十块钱 就这么着 紧着 工的孩子是生活费 嗯 还得还贷款吧 嗯 你就是使贷款呢 你救了急了 你就得还不想信用不行 嗯 就是一年一年的这么着 前的那二年吧 买牛就是买一头牛 嗯 一头牛 哎 该卖了牛 就一头牛小时候买了一千多块钱 嗯 家里有棒吧 有粮食 嗯 有玉米 就是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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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五千 五千 那五千卖了以后 这钱卖了要不交消费的时候吧 哎 接着还买牛 还要再买俩牛 买俩牛 买俩牛 跟他卖了钱以后呢 卖一千块钱卖一万块钱 接着再买仨牛 就这么一点点滚 嗯 去年我们养了二头牛 嗯 二十头 嗯 养了二十头 可是还是贷款 使了三块钱贷款 好像是 是吧 不是 就是 就是怎么呗 多少钱可以买二十头牛 三万多块钱 三万块可以买二十头牛 对 哦 二十头牛 哦 所以你们去年可以带到三万块一年 就是怎么呗 借呗 给你别人借呗 人家别人带了我借呗 哦 这么着 但是不是这个扶贫社带给你的 也就是借的 借的 人家别人借了以后 人家借了以后 我就给人家别人借点 不是怎么着 这么着 买了二十头牛 结果今年这买牛呢 就是没用钱 没用使贷款买牛 没使贷款 那儿子呢 就毕业了上班了 没有什么工作 儿子有时候搞对象了 工作也不理想 哎 完了以后他想弄一摊 还有什么贷款 这没有使贷款 一点点的这么着 我从别人借的钱 买了 买牛吧 因为咱们这个贷款 不是给不了多少吧 一人给两千 对 两三千块钱 是吧 用的钱买饲料 饲料买棒子 不得 这么着喂牛 我说呢 这孩子也大点了 手里也松了点了 卖的牛 挣了钱 我得 这么着把这房子装修了 装修了 逐渐的添点电器 我得 哦 是是是 这么着 现在有冰箱 有洗衣机 有电站 有冷气 有电视 是不是 全了 都全了 差不多吧 很好 要没了些贷款 你根本就 你跟老百姓借去 农村永远合不省 是个穷地方 嗯 你跟谁借去谁就没有 是是是 你只要有钱 人家看不起你 是是是 你没钱呢 人家不借给你 但是你借人家钱 你也当时给不了人家 见了人家面 见了人家面都好像是那样似的 不好意思似的 还不了人家 是是是 我贷款 人家10月10代的款 出点利息吧 我不用 我不用钱一勤 嗯 就这么着 一点点都这么着倒的 按每个礼拜这样子倒 嗯 咱们这贷款 真是真顶用了 要不顶 要不一顶贷款 我哪儿借钱 是是是 第二借啊 他在买那个车 甚至咱们买车 车拉脚 搞运输 搞运输 是你开车呢 还是 我账户 孙先生开车 对 是是是 那么现在就是说 小和现在给你的额度是不够 你要是 能够让你多贷一点 你一年能贷多少钱 能够多贷点啊 就是要养牛 有两三万块钱 两三万块钱 一年没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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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